开关是一种允许电流通过或者阻止电流通过的常用机械元器件。 这是常用的几种开关,以及它们各自的电路符号。 这个是常用的按钮开关。 这个是常用的波动开关。 这是乒乓开关。 还有这种波码开关,也叫做DIP开关。 我们看乒乓开关,它有一个小的波片,左右波动就可以控制开关。 它的底下有六个管角,这是一个双连的乒乓开关。 也就是说,它的内部有两个独立的开关,其中的三个管角为一个开关的接触端。 另外三个管角为另一个开关的接触端。 我们波动开关,就会使得这三个管角有不同的导通或者是断开的电气控制特性。 在判断开关的管角通断时,我们可以借助万用表来进行判断。 通常可以把万用表的表盘拨到二极管,或者是具有短路标志的测量档上。 这样,如果两个表笔之间是导通的,就能看到万用表的读数接近于0。 我们据此,就拿万用表的两个表笔来对开关的导通或者是断开进行判断。 比如对于这个乒乓开关来说,它有三个管角,其中有两个管角在开关波动到一侧时导通。 我们可以测量一下,现在这个波片在朝上的位置,我们看看哪两个管角是导通的。 把万用表的表笔接触到它同侧的这两个管角,万用表没有反应,说明这两个管角之间断开。 如果把万用表接触到对侧的两个管角,我们可以看到万用表的读数有所变化,接近于0,说明这两个管角之间是导通的。 如果把开关拨向下方,则原来导通的管角将变成断开。 而对侧的这两个管角将导通。 好,我们看到对侧的这两个管角呢,导通。 这就是一个乒乓开关对于管角的判断。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按钮开关。 这是一个常用的微动按钮开关,它有四个管角。 我们注意,当按钮开关这样朝着我们的时候,它的两侧的管角同向向内弯折,而且距离较宽。 这两个管角并不是我们要接入电路的管角。 如果把开关旋转90度,我们能看到这两个管角平行。 而且间距离较窄,这两个开关在按钮被按下时短路,而按钮抬起时断开。 所以这两个管角才是我们需要接入电路的管角。 如果把按钮开关旋转180度到了对侧的这两个管角,它们同样在按钮开关按下时短路。 我们把这个按钮开关给插到面包板上,跨在面包板上下两侧的排孔上。 然后拿来万用表的表笔,接触到按钮开关的两个管角。 如果按下按钮开关,将看到万用表检测出这两个管角短路,说明开关闭合。 抬起则万用表显示的组织为无穷大,说明开关断开。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按钮开关对于它通断控制的一个检测。 好,接下来我们将使用这个DIP开关,也就是波码开关,来控制四个发光二极管。 看看开关在电路里头是如何控制用电器的。 首先按照电路图,我们从C33电子设计从零开始套件中找到所需的元器件。 然后拿来这个开关,我们看一下,它有四个独立的波码,上面标有1234。 然后底下呢,有对应的管角,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四号的开关,它的通断,比如说这个波码往上往下的时候, 它的通断控制的是对应的,一侧的这两个管角。 三号开关对应的就是第三个管角。 所以呢,按照这样的方法,我们将利用这个开关来控制四只发光二极管。 这里,我们需要用四个线流电阻分别来对四只发光二极管进行线流。 首先,我们可以把这四只线流电阻呢,按照电路图挂接在电源正和面貌板上端的这些排孔上。 好,我们连接第二个线流电阻,就可以把这个第二个线流电阻呢,放到第一个线流电阻的旁边。 以此呢,类推下去,把其他的两个线流电阻都依次的插在电源正和上面这一盘面貌板上。 这样,就连接好了线流电阻。 然后我们看发光二极管的正极和线流电阻的另一端相连。 所以我们找来四个发光二极管。 其中的正极,也就是发光二极管管角较长的一端和线流电阻相连。 可以把它这么插一下。 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完成剩余的三个发光二极管的连接。 这样,我们就把所有的发光二极管都插入到了电路里头。 最后,我们要把这个DIP开关呢,给插到电路里头去。 从电路图上看,它们里头的四个独立的开关分别控制着每一支发光二极管。 所以可以把上面的这一排管角呢,插到和发光二极管第一个对应的位置上。 像这样。 像这样,把这个DIP开关也就和四个发光二极管一一的控制起来了。 而DIP开关最后接到下面这一排面包板的公共排孔来作为地线。 好,最后我们将接入九伏的电源。 这个电源呢,将使用一个九伏的电池和电池扣来构成。 同样的红色的引线为正。 我们把它插到上面这一排面包板的这个公共排孔上。 黑色引脚为负。 把它插到下面这一排公共排孔上。 然后把电池插到这个电池扣上。 好,这样就完成了整个电路的连接。 如果这个时候波动其中的某一个DIP开关,它就能够控制对应的发光二极管被点亮。 比如说我们把第一个DIP开关给闭,就会看到第一只发光二极管被点亮了。 同样的,把第二个也闭合,第二只发光二极管被点亮。 第三个也给它闭合,有三只发光二极管被点亮。 最后一个就是把第四个发光二极管也点亮了。 好,我们这样子就可以看到四只发光二极管都被DIP开关控制着。 当然,如果我们不想让其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发光二极管点亮,就把对应的开关给断开。 这样我们看到第三只熄灭,剩余的三只呢? 点亮。 好,现在是剩两只。 所以非常简单,这个实验,我们通过一个DIP开关和几个发光二极管来实验了由开关控制用电器通断的一个简单的实验。 从中我们体会到了开关作为通断控制的一些方法。